有一次 好啊 訂完 放完小鈴鐺 全部都可以看 謝謝你 大家好 今天我主要拍這個vlog 就是想說一下 大埔剛剛新開了三十士多 三十士多最有名的就是燒賣 那些燒賣 我沒有早上應該也買不到 所以我現在趁它還沒看 現在就過去買了 我們今天就去排 等一等 三十士多開門 因為它現在還沒開門 但是 我看到有幾個人在外面等 不知道是不是在等它開門 剛剛它已經開了門 也有人進去了 我待會再過馬路 再看一看 三十士多 它就在大埔廣福島 旁邊就是新菜園記 我們現在進去看看 我想每個人都來買燒賣的了 還有這隻牛丸好像也很好吃 那我就買一包試試看 咦 廢話少說 進去看看燒賣 好 好 給錢了 謝謝 一百五十一塊 可不可以千塊 三百五千塊 可以嗎 好 這樣吧 來吧 現在先拿回家冰著 先看看男朋友買了什麼 首先買了一盒和牛牛丸的 有八粒 另外買了兩包三十士多的魚肉燒賣 六包豉油四包辣油菜 35元一包魚肉燒賣 90元一盒澳洲和牛牛丸 嘩 都很貴 90元差不多十幾元一粒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麼好吃 我們之後還試了這個澳洲蘑菇芝心和牛牛丸 是更好吃的 然後我們終於做了燒賣你吃 我不是好吃得辣 所以就拿點醬油算了 我覺得它蠻大硬 魚肉味也蠻OK 它的肉皮很薄 好像裡面的鯪魚肉味 是不錯的 它感覺到跟普通的 燒賣是有些不同的 這個真的很簡單 魚肉味 原來我們搜尋過它是沒有靈的 是用門線 紅三魚的 我最喜歡的是 皮薄 什麼故事 你說什麼 豉油和辣油 就是用棉香的廠製造的 它是特別為了三十士多 來調味和出包裝 我剛剛試試點辣油 出燒了一段 G2 它的辣油 它又不是說很辣 其實我也接受到 因為你沒有像我一樣 整顆都染光 整顆都染光 你喜歡辣的 當然是整顆都染光 但是我覺得它的辣油不夠香 比起外面直接吃到的辣油 例如蘇斯芬果露 燒賣王 它們的辣油比較香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又出發去三十士多買燒賣 上次我買了原味的燒賣 覺得蠻好吃的 今次想試它的芫茜燒賣 而且我上次買燒賣 就發現如果只有六包醬油 好像就不夠 所以我們今次也想看看 會不會買一枝豉油 它有兩種 一種就是叫舊秋 普通醬油 另一種就是叫舊西 其實是鹽西醬油 我想我今天的目標都會是舊西醬油 因為嘗試新產品 我們現在就看看是否能買到 好了 我們便來到這個三十士多 原來給我抱你 不用了 這個雲台很棒 但是好像 不知道它這個按鈕是否壞 我都想買了 這個我買了1300 1300 因為我之前玩的那一款 這樣搖的時候有很多傑傑聲 它這個沒有傑傑聲 不錯 不錯 不過我不知道 按鈕好像傻傻的 你看它突然轉過來 自拍模式 不知道 搞得我今天用不到 算了 有它 你是哪個頻道 我們是新頻道 我們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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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搞笑 我叫做 好 好 上次買完了 這次就想嘗試 這個芫荽味 好 你有沒有上次的美食 上次吃了 喜歡嗎 喜歡 好吃 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那隻 舊西的醬油 我忘了 在雪櫃 好 你是否認識我的朋友 是的 麻煩你 我見人頭虛陷 搶了燒賣就想買 忘了這個 對 燒賣真的要先買 對 否則 對 我怕沒有了 馬上買 然後排隊 上次有個 我沒有問他是誰 他想著拍 對 然後沒有了 他看到很多人排隊 所以他想著拍一條龍 自己也沒得買 對 我就是擔心這件事 所以馬上買了算 先買了 這些真是正經的 對 不然沒得吃 不然沒得吃 我怕來做甚麼 我們看看裏面的情況 裏面現在 現在是11點半左右 已經見到大排長龍 如果你有名牌 這樣 每個人都是追著燒賣去買 我們看看現在還有多少燒賣 那裏是芫荽燒賣 這些是原味 我們看看舊西時候放在哪裏 舊西時候放在這個雪櫃裏 我們回去再拍 謝謝 拜拜 謝謝你 謝謝你 那我們這次就試吃這個 芫荽燒賣 我們還買了舊西醬油 舊西醬油也很濃 我還是拌勻 整塊吃 我的牙籤也在 好 你好 你覺得芫荽燒賣 怎樣 我覺得芫荽燒賣 也蠻好吃的 我其實不喜歡吃芫荽的味 但是我吃這個芫荽燒賣 它有沒有最喜歡的芫荽的臭味 它比普通燒賣 我覺得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特別在它有少少的芫荽味 我是喜歡吃的 而且我還沒試過在外面吃到芫荽燒賣 這麼特別 所以我會比較喜歡芫荽燒賣 我就是比較喜歡普通燒賣 因為普通燒賣的皮比較薄 口感比較好吃 你覺得舊西醬油怎樣 我覺得舊西醬油很稠 我覺得它的醬油味就沒有 本來買的芫荽燒賣的醬油 這麼重的醬油味 所以我會覺得普通醬油好像會比較好吃 我就喜歡把舊西醬油混合 普通醬油一起混合 這樣就可以把舊西的醬油味 還有醬油的鹹味 完美的結合一起 那就最棒了 好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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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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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